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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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烈欢迎你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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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喜见到你 热烈欢迎你 欢喜见到你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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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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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烈欢迎你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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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喜 欢喜 欢迎你 热烈欢迎你 欢喜 欢迎你 欢喜 欢迎你 You'll be happy You'll be happy 大家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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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喜 欢迎你 我们热烈欢迎你 欢迎你 欢迎你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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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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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烈欢迎你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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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喜见到你 热烈欢迎你 欢喜见到你 You'll be happy, we'll be happy,大家都欢喜 嘿!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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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烈欢迎你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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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喜见到你 热烈欢迎你 欢喜见到你 You'll be happy, we'll be happy,大家都欢喜 嘿!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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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烈欢迎你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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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喜见到你 热烈欢迎你 欢喜见到你 You'll be happy, we'll be happy,大家都欢喜 嘿! 嘿! 沭烈欢迎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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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欢迎见到你,热烈欢迎你,欢迎见到你,You'll be happy, we'll be happy,大家都欢迎,嘿! 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热烈欢迎你,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欢迎见到你,热烈欢迎你,欢迎见到你,You'll be happy, we'll be happy,大家都欢迎!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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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烈欢迎你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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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喜见到你 热烈欢迎你 欢喜见到你 You'll be happy You'll be happy 大家都欢喜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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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烈欢迎你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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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喜见到你 热烈欢迎你 欢喜见到你 You'll be happy We'll be happy 大家都欢喜 首先欢迎我们陈主席 所带领的我们上海包业集团的各位朋友 101首大学来做一个参访跟交流 因为今天学校的参访访很多了 一早明天又更多了 学校现在两岸交流的这个业务真的非常的苍旺 我连礼拜天都来 昨天是白岸市委副书记 白岸市委副书记来我们学校 跟他们做了一些交流和听话 那一首大学在1990年设立到现在已经满25周年 目前学生如果连同外籍生家 陆生跟港澳生已经接近一万九千个人 目前我们有八大学院41个学系 那我们原住民专班 目前应该是全台湾最多运数的部分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境外这个医学的专班 那陆生跟港澳生加起来是1654位 在整个全台湾的一个派案榜来讲 算是前三名非常的多 那我们的八大学院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语文传播学院 语文传播学院里面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科系 大众传播系 我们的摄影 我们的相关的也不错 如果等一下有时间也可以请主任带你们过去 而且我们今天早上有课 在上课 研究所有课 对 礼拜一有课 因为唯一就早上就是这堂课 跟研究生上课 也是刚刚就快点就先跑下来 上海一半先跑下来 我也很欢迎各位来临 因为上海毕竟是一个 在大陆来讲 这个经上广深 上海是一个人母会萃 是一个国际 这个城市交流的一个商业首途 那上海之前也跟台北 这个定期有这种双城会谈的一个部分 目前的台商在上海 达困山地区 大概应该 尤其从事第三产业 大陆都要有三产的部分 应该有接近五十万个人 之前的台商会会长 像尹奥胜 他们应该都是在台商会里面都扮演的角色 我们今天出席的 跟各位一起来交流的 是介绍一下 我们大通传播系的陈瑞云 陈主任的教授 另外这是我们这个媒体的负责人 他以前在联合报 在苹果日报都有的 当然现在是我们媒体组的组长 陈主长 来来合作一下 我知道今天来访里面应该有三个主题 应该这三个主题 应该是 台湾应该会辨理到的问题 包括里面媒体辨理到这种电子媒体的暢话 里面媒体怎么活下去 我们这个陈守坡 我认识他二十几年 快接近七十八年 1989年就认识他 1989年现在已经2015年 他那时候就是 主张社天天就跑我们港区 以前在高丘港区 就天天跑港区 你看到这个整个平面媒体的兴摔 变化也很大 尤其现在电子媒体 现在不只还有手机 在这种移动媒体的部分 也在替代很多 这样连大楼里面电梯也有媒体 所以现在已经是 几乎是无所不在 平面媒体怎么杀出一条血路 怎么有一些创新的经营发展 我想也可以跟各位的这个媒体业的同道 一起来做一个互动跟交流 当然媒体业怎么去彼此 去做一个互相的一个合作 怎么开创一些新的这个商机 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环境的一个转变 这个大家变得很大陆 其实我们也感受到 台湾叫湘米 我们这个网名叫湘米 大陆这个还有网券 大陆现在网名也很多 其实从微博到现在 那个Facebook好像已经开放了 陆续就会有很多人加入 早期人文网有很多不一样的 微信 这个使用的人数也不断的在增加 微信也现在搞银行 在深圳还搞了一个 第一个网路的一个银行 这个媒体应用也是不断的 这个还创新的发展 前面媒体这个报社的社长 或是那个社论的影响力都很大 好像感觉现在年轻人都不看 年轻人都喜欢看那个水果日报 看那个大标题 看那个颜色图画 文字的内容的这种思维就比较少 以前我也帮报社写过社图 写过几次后来就也许没有兴趣 到底有几个人在看 不太知道 好 接下来我是不请我们这个陈主席 所带你介绍一下 我们欢迎一下我们陈主席 尊敬的李校长 陈主任 各位一大的这个老师 大家上午好 好 我们呢这次受 上海报运集团的这个派访到 台湾各地呢 和媒体人们做些交流 前天呢我们到了 两岸文化交流协会 跟张会长朱先生呢 先就一些基本的情况 做一些交流 那么今天是一个专题的一个合同的会 主要也是想 就我们一大的新闻传播 专业的老师 和我们一些资深的教授呢 来交流一下 在这个新媒体环境下 媒体发展的前景吧 那么我们今天来的呢 四位呢都是我们报运集团 我呢过去在报运集团当老总 那么现在呢是到了人大 同时在我们负责这个 这个管理新闻媒体的部门呢 也做一些媒体的管理工作 而且今天来的我们那位女士呢 是我们集团新闻班的主任 刘斌她是管我们整个媒体的 这位朱先生呢也是我们 媒体的管理部门的负责人 就是管经济财务的我们的负责人 还有我们任先生也是管我们媒体的 资产经营管理部的负责人 因为现在媒体的发展 面临新媒体的冲击以后呢 对整个精致的运作呢 压力也是非常大 怎么在这个新媒体 把人家的冲击下 搞好资产的管理呢 他们两位呢都是 在这方面是比较有经验的 那么集团发展到今天呢 这个新媒体也已经有相当多的数量 包括刚刚李孝奖讲的 除了网站 我们有公共的微信账号 有自己的微电影 有自己的Corset的对外活物的联络的机构 有很多 那么这些情况呢 我请我们刘主任 他主要是在管这个新媒体 媒体的这部分 他把这种的情况下 李孝奖讲 像秦主任想跟我老师做个介绍 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样的交易 一个战略的考虑 那么成立以来呢 我们报业集团的领导呢 一个呢 是因为我们报业集团成立以后呢 在我们旗下的报纸 就是应该说上海主要的报纸 都囊括在我们的旗下 有解放日报、文会报、新明晚报 这些老牌的报纸 我也不知道 台湾的同行朋友们很熟悉嘛 我可能很想知道 那么解放日报呢 就是我们这个上海的 中国市委的机关报 《龙会报》呢 是张德文大报的一个 在历史上也很有影响力 《西兵晚报》呢 是我们也是很老的老报的 原来的这个 民国市体的《西兵报》的 总员来唱办的 那么在上海是很有知名度的 一份叫做 《非路寻常百姓家》的一份晚报 还有呢 就是在00年的时候 《独视报》系分行的 那个时候成立的 《新闻城报》和《东方早报》 这么两份都市的报纸 那么实际上 就是覆盖我们上海报业市场的 这个实证中和类的报纸 就有五家 那么这五家 就是我们的集团和报纸呢 在整理以后呢 就录清了 集团与报纸的这个职责界定 集团呢就是管三星一高 就是新战略新领域新媒体和高质量的保障服务 那么三星一高 那么就是媒体呢就是主要是 完好具体的新闻业务的发展 包括这个媒体的融合 和广告和发行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是战略的鼓鼠和这个制定框架下面呢 我们的媒体呢 我们的集团呢 是进行一种定层设计和高层推动的作用 那么我们的媒体呢 主要是大力的进行这个集成实践吧 那么一个呢是我们的媒体 主要应该说是从两部分 一个是传统媒体呢 它改造它原有的网络和借用 新有的一些技术的平台 不断的提升在新媒体领域的这个 这个布局和影响力 比如首先呢是这几家报纸呢 就进一步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动作呢也是我们的市委的领导 就是大力的主事 那么就进一步 就矿定了刚才我提到的这几家报纸的听信 就是《解放新党》 《罗会报新闻》 《新美网报信明》 那么这三大报呢 就是紧扣他们的听信呢 就是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 都是距离发展 那么应该说这么两年来呢 《解放日报》这些报纸呢 都把自己原有的网站 就是这个PC端的网站 就是进行了发展和改造 还有呢就是微博呢 因为微博的市场可能没有现在微信的市场 那么有影响低了 但是微信呢 基本上起到了一个全面开发的一个挖掘过程 特别是在2014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2014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句话叫几乎是 《春春报》应用《互互点火》 《春春报》应用《互互点火》 就是发展了很多 包括我们的这些报纸 包括我们的五家 就是《城报晚报》 我们报纸里面 所有的编辑部 一些比如说是正反类的 或者是文艺类的 一些编辑部 它也做了很多的微信 有一些微信 大大的小小的微信 现在我们的微信账户里面 在五六十万以上的 是有一些比如 新闻晨报的官微 还有是 还有是一个爆开门摘 是一个门摘类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后来新发展 那个新媒体的 一个澎湃的一些 一个本质量达到五六十万 那么这个基本用 粉丝数在五万以上的 大概有二三十个 这个微信群 微信一般在五万以上 它就能够有一定的 商业的模式可以出现 那么这个是 复化了就是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这个 就是每个媒体 基本上像四件套 网站 不是 主要的媒体 就是解放文会 晚报 承报 东朝 像四件套 有网站 有微博 有微信 然后还有呢 就是客户端 那客户端 现在呢 我们的新民晚报的客户端 它呢 初步体现了它对本地 和民生的 和突发的这么一个特点 因为我们五家报纸里面 客户端 打造的比较活跃的呢 应该就传统媒体的话 应该算是新民晚报的客户端 那么我们就是 呃 我们陈社长所在的 现在他有一个新 新闻 他是在 现在在 宣传部这个 新闻乐评 一个是对我们的 这个一些内容啊 也要进行一下 这个 就是说 规范啊 进行一下 就是 管理 然后呢 我们呢 也有一些的这个 这个扶持呢 就是在资金方面呢 也是帮助他们呢 进行新媒体的发展 这是传统媒体方面 另外呢 我们打造了这个 三个新新媒体项目 这个呢 属于新建平台 一个呢 就是盆派啊 就是 一个呢 是我们解放日报 本身 想创立的一个 叫上海观察 这个 这个项目呢 他们都是介于 APP 和介于PC网站 但是全新的新媒体项目 那么 上海观察是 从他原来的这个 编制编力量当中 大概抽取了二十多位 那么 那么 靠一个特约 特约 编辑队伍 特约 编稿队伍 编稿队伍呢 来形成这么一个 采编的合力 盆派呢 是我们还有一个盆派新闻 是在东方早报的这个 这个采编队伍的基础上 应该算是全新打造 就是 就是 大概有那么一两百个 采编的 人员 全新打造一个盆派新闻 在国内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那么还有呢 是一个界面新闻 盆派呢 他是比较助力于在一些 实证的呀 和一些思想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么还有一个是界面 也是一个全新的新媒体 是我们集团这里 轻易打造的 那么它呢 是主要是在财经方面的 而且呢 他是想走出一条 能够体现出垂直化和深度挖掘的 基于财经方面的 甚至有可能是一种付费的 就是 是根据这个 互联网的移动互联的 一个是 互动 社交互动的特性 还有呢 一个价值 体现的一个 付费的一个方式 方面的拓展 那这呢 是我们的 这个 就是说是 之前的 应该说一些媒体融合的成果吧 那么今年八月份以后呢 可能我们会要进一步的 要对 这个融合 进一步的深化 怎么样 传统媒体的这个声音啊 传统媒体的正能量 能够更好的体现在 体现在这个就是 能够到这个新媒体战场上 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数据呢 我们这些新媒体集群 能够达到的影响力 人群可能会在五千万左右 会在五千万左右 但是呢 可能还是觉得 我们必须要更加有力的 占领这个新媒体的这个 舆论的市场 那么所以呢 有一个句话呢 就我们跟大家有句话呢 就是叫 传统媒体呢 要拓湯换骨 新媒体呢 要 新媒体呢 要腾飞发展 那么这个呢 可能是我们今后的 这个进一步的一个 发展的方向 如何更加从这个 这个队伍啊 技术啊 还有 产品内容啊 方面 以及 形态方面呢 做深度的如何整合 这个最终的目标呢 都是要实现这个 影响力和竞争力 这个我就 简要的跟 各位 各位这个 台湾的同行报告一下 由主任 针对上海报业集团的一些 发展的历程 因应一些环境的改变 所拟定出来的一个 因应的策略 做了一些 说明 台湾早期平面媒体 真的扮演一个 政府机关 跟民众沟通的一个桥梁 包括政府很多的政策的一个 宣告 也透过 报章杂志媒体来做一个 这个传递 但是因为现在 台湾的民众对于 这个所谓 新闻的传播的速度要求 不太一样 所以手机可以直接看 所以我们先看到 我们的 呃 报章杂志 它也在网络上 都有即时性 所以它有即时的 事后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评论 深度评论里面 还是要靠平面媒体 一般在网络上 都是比较 比较简易性 比较没有一个整个性的一个需求 去做一个 实质上的一个推动 那不过大陆对于 因为媒体的管制 媒体的一个言论 还是比台湾来讲 相对比较 限制一些 台湾现在几乎媒体 我们的新闻 没有解决的效果 所以几乎这个 媒体要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尤其是现在 无限有限的 电视媒体 那传播的速度是 每天24小时的 一直轮播啊 所以这个造成的这个影响力 还是不太一样 不过 知识分子 基本上还是习惯 像我们是从小 我就看报纸 从小 那是一个养成一个习惯 现在我的儿子 他们不太喜欢看 他们都看这个 不是看手机 我想应该大概普遍都是 就是慢慢再改变一个 这个这个习惯 那当然这个要怎么办 我是不是请一下我们陈主任 从大众传播系的一个角度上 对平面媒体的一个未来的应用发展 我想也有一些看法 我们是请陈主任 也来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一下 陈董 然后呢 刘主任 然后 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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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让我简单的来 其实我先讲一下好了 我大概在几年前去过上海 因为我父亲是之前在上海的招商局 在那个招商局工作 就在蓬浦江畑 就在蓬浦江畔 我当然几年前 因为我父亲过世了 所以我就循着他之前的一个生活的足迹 然后再回去看 我觉得跟我父亲口中的上海 其实是 应该是差别非常大 每一天都有不断的一个改变 那我刚刚从刘主任这个地方也听到了 其实很多的传统报业 我觉得非常的赶配 因为我觉得传统报业的一个要发展 其实没有错一定要往新媒体这个部分来讲 来谈 像例如说 例如说我们最近在看一本书 这个一个人类学家 他讲的一个Avdora 他讲的这个媒体景观 也就是说现在的媒体的影响力 是充斥在我们生活当中 不是说我们在看报纸 或者在看电视 基本上我们周围就是媒体 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在办影片 例如说可能今天各位的来访 没多久一大新闻就出来了 每个人自己都是表演者 都是一个展现的一个 不仅是一个媒体人 你也是一个表演者 也是一个媒体景观的一部分 好那如果我们谈到这边的话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 不好意思我做一点小小的分享 就说像 我觉得新媒体 给他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一个是可视化 例如说我们的平板电脑 或许版面大一点 然后可以看到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多的画面 例如说这个 目前来说可能在学校里头 我们教的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直接的东西就直接上 上了行动装置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我们就是章节 我就直接点进去做连接 然后呢这上面可以放网站 可以放影片 可以放音乐等等 然后呢整个的很多的东西 其实all all in one 就是在我们的手机或平板上面就可以看了 所以这个可视化的部分 就是刚才其实大家讲都没有错 文字是一个深度有思想空间的部分 可是目前我们也不得不去配合 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他们就是喜欢看大大的图 大大的标题 这个可视化的部分 另外就是行动化 跟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是 包括了以台湾来说 例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媒体 其实都是走 就是尤其比较传统媒体 一定必须要跟网站要跟行动装置要结合 然后另外一条路呢 就是我看到就是联合报的部分 因为我的同学也在联合报工作 那他很努力的推了一个东西 就是跟台北的捷运和结合 例如说我的报纸目前来说 我其实已经不朝向卖钱的这个 我重要赚钱不是报纸这一份 而是广告 所以现在台湾有很多的报纸是不卖钱的 它是送的 但是重点可能就是免费的 然后反而这个部分可能会比付费的报纸还做得更好 因为就是整个的一个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在这个监运上面 在等车的时候可能可以走 所以这两个趋势就是行动的部分 那当然呢 还有其他的一个趋势 例如说 我的想象 我们常常讲媒体是一个想象 例如说我们的想象空间 例如说上海是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有那么多的外来人口 而这些人口除了想要知道上海事情之外 是不是也关心家乡的事情 那如果说今天 我的想象 就我的想象如果说 我想一定贵集团一定也都做很多这样的事情 例如说可能跟来自于世界 就是各地的一个 例如说不同的报业 或不同的媒介 能够 媒体集团能够做一个结合 也就是说今天或许 我虽然来上海工作 但是我可能我的家乡是在其他的身份 那我可以从这样的一个 我的一个收看的一个观赏的一个范围当中 我也能够很迅速的连结到我家乡相关的一个传媒的话 让我能够去关心我的家里 去关心我的家乡 或许 这就是我的想象 那或许这也是一个一个做法那样子 那我想有很多宝贵的一个时间 更需要交给在地这个资深的前辈 还有就是来自我们对岸的一个这个贵宾 那我想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然后其他时间我们大家再做讨论 谢谢 陈董 刘主任 董主任 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自己是媒体出身 我在媒体工作大概三十五年 那我曾经待过联合报 最早是名声报联合报 然后再到苹果 那刚刚我走过报业最辉煌的年代 当时在联合报跟中国时报两大报 刺杂风雨的年代我都走过 那我那时候在待名声报的时候 名声报还曾经创下一天发行量五十万份 那还是两大报之外 一天也五十万份 可是很遗憾的 名声报在经过二十八年的发展以后 现在已经走入历史了 二零零七年的时候 吹息灯号 这么一个优质的平面媒体 终于抵挡补助的那个网路的心情 所以我们觉得很可惜 那就是那时候 我们家家户屋 几乎每家都有人订一份 至少也有两份报纸的也很多 可是现在我们根据 我们行政院主席处的统计 2013年的时候 每一百户的家庭 现在只剩下十六点四份的报纸 杂志剩下七份 这个落差非常大 所以我们也不得承认这个事实 平面媒体 如果要走下去 要出国的话 一定要跟社会的脉动 像贾博士已经改变了全世界 大家台湾时间 手机都可以看得到新闻了 所以我们也有一份统计 也就是说在台湾12岁以上的民众 有1400多万人 有智慧型手机的 就多达1350几万人 这么多 平板电脑也有500多万 19岁以下今年 智慧型手机也有170万人 这样13%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消费者在智慧型手机上 使用APP、社交网站还有生活网站 比例都已经高达七成多了 所以我们必须体认这个事实 那现在各家的平面媒体 包括中时、苹果、自由还有联合报 大家都已经走网路化了 然后他的网路 不只在你上他的官网看新闻 他自己把他的新闻 都传到你的LINE上面 让你每天随时可以接收 这么方便 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异大的新闻 我们也开始走网路 电子报了 这是我们刚刚还在并集中的 我们每一则新闻 只要顶进去 网路上就可以接收 可以看得到全文 这是我们新的编码 先在这里宣传一下 把我们艺术大学的特色彰显 可以彰显 有四个反应 当然我们现在用无片去胜 因为大家的乐习习惯去改变 能不能不太喜欢看长片档的 你只要看无片 还有非常吸引人的要点 自然就很有兴趣 会往下去看那片 所以我们尽量在反面的变态上 让它活泼化 让它生动化 去卫星 可以吸引人的要点 那这是什么 我个人自己也一直在调整自己的步伐 我们也真的体认到整个 已经网路的心情 包括学生之间的越南的习惯 甚至学生运动 都是靠这个网路来解析这个人气 所以它的重要性 已经就是不容小叙了 那我们也希望跟各位 都在这方面 都给我们一些建议多指导 谢谢 因为这是学生的要求 时代的一个趋势 其实有一个转变 就是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 阅读 而不是一种即时性的 其实他们有做过统计 就是说你真正读一本书 跟你从网路上看一些信息 谁记得住啊 是你从头到尾做一本书 以前我们还做那个小书签 还会写一些那个note 那已经学生不跟你搞什么了 所以怎么去培养阅读的这种兴趣跟乐趣 如果在政府机关里面 能够有这样的思维 也许可以把平面媒体 能够有机会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但是现在这种网路媒体 作为媒体新媒体的一个盛行 它是一个不可立的趋势 而且已经变成变普罗大众 大家共同怎么样接受 而且养成习惯 所以你要去调整的部分 很多单位以前有所谓机关报 机关报现在有的单位要求 现在连机关报都不订 都不订了 中文日报 我家里最多的时候订四份报纸 我订了联合报 订了中国时报 还有一个台湾时报的航送 还有国语日报 有小孩子在念 我小的时候 我家里最多的订四份报纸 我算是那个十六点部 十六点部里面 我妈是贡献良多的 那我也订杂志 也订 至少都有这个杂志也订 但是 你就是怎么培养小孩子 他有这种阅读的兴趣 因为他要去了解阅读的兴趣以后 他才会应该去多深入的 对文字的这种表达的陈述 不然他现在也习惯 真的就看大镖头 普遍有一些耸动 那他这样才去做越来 那因为现在真的是网路 手机实在太发达了 所以大家看什么新闻 就直接点击出来 就是几乎都看这些 对上海来讲 因为他城市规模够大 那政府的力量 对于这种媒体的掌控的程度 还是够强 不像台湾 政府是没办法管媒体的 媒体都还管政府 媒体还指导政府 台湾的媒体是指导政府 不是管政府 以前是新闻级会管媒体 现在是媒体在管政府 政府是有这个现象 当然这个是政府机关 政府只能自己 你自己把新闻级给拆掉 但谁也管不了谁 决策错误比贪污还可怕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现在当老师的很大体会 而且这些媒体它都主导 社会议论的一个部分 社会议论往哪里走 媒体里面花卫很大的力量 一个小的事件天天报天天报 就变成是一个大报 你看那个柯文哲那个 那个日本的那个什么 天啊 可以搞两个礼拜 整个台北市议会都不用开会 每天就为了那个事情 市政都不用玩 就为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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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优惠卡 可以搞两个礼拜 这个就是 所以你就跨得到媒体的力量 强不强 也很强 也很强 民生报以前我们常看 因为那个体育啊 那些休闲娱乐的讯息 也觉得很不错 但是现在没办法 网路上太多了 你要到哪里休闲娱乐一点 所有的讯息全部出来 这个是一个趋势 未来大陆可能也会 这种冲击的speed 应该也会越来越来越快 我个人的感觉应该也是这个样子 李教掌是讲得很好的 讲到的这个新媒体 给整个传统媒体 包括对整个社会 对年轻一代带来的变化 这我们还是有感同身受的 因为虽然这个传播的方式 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这种传播的方式的变化以后 对年轻一代接受资讯 即使知识 特别是培养一个有成熟思想的人 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这些信息都很碎片化的 主流价值观实际上 现在也很风产的 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所以凝聚一些主流价值观 也好像很难 也是引起大家比较大的关注 所以我觉得在新媒体的冲击下 我们实际上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对传统媒体人来说 你要转变这个传播的方式 这毫无问题 如果你不能够转变的话 你就不能够吸引受众 你就不能够影响社会 你就不能够影响年轻人 就是刚刚我们刘萍竹说 我们现在做的两个新媒体 很有影响 一个叫澎湃 他是以实证思想为主的 这个恰恰补了中国网络这一块的一个空档 他是比较敢涉及一些实弊 比较敢谈一些思想的问题 当然就是刚刚 我觉得刘校长讲的也是很好的 在这种相对给他有一些快乐度的时候 该监管的还是要监管 因为办网络的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这个从主编到下面的裁编记者 平均年龄就是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 这样的一个主体 你说是要有些引导和管理还是需要 但是呢他这一块做呢 却做出了这个新媒体影响 还有就是刚刚说我们做了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 他确实是以财经 这个经济实证为主体 他想接下去 他想能够形成一定的盈利模式 比如说收费 比如说对理财的关注 他有一个很好的案例 就是在前一段是股票比较好的 有一个专家发了一条东西 就是两百多块 要用这条东西 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子来讲 两百多块 那有多少人 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就一条东西收费收了二十多万 就是等于像重重一样 然后我们也愿意为他打赏 就是一篇稿就是两百块 但是他总金额然后一十万 就是我们就是有很多人愿意为这个付钱 对就是对这些理财的这些经济的资讯 我们说华杰日报为什么他 他的费用能够买钱 因为他的资讯是独家的 他对那些搞股票的 搞这个金融的那些客户来说 他是最有价值的信息 他愿意无钱买它 你就是要想办法能够有一些 就是不可取代的信息 让他非买不可的 那就是从这个角度 有盈利莫视的可以探索吧 那我说的这两个媒体是我们在探索过程当中 有所得的 澎湃 他成长还是 虽然他现在还是付出和收入 还是不能够抵押他的所有的成本 但是他广告费每年是在增长 今年广告已经到六千多万 他就是一个不到两年的一个新媒体的 网告已经到六千多万 所以他成长还是快 但是他投入可能要将近一个亿左右 那他还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值得探讨的就是 我们这个价值观的传递 特别是主流价值观的传递 或是说有些价值观是 与私基金的一些价值观传递 是不是能够有凝聚的 有些是往上太分散 各种声音啊 不断地在消解一些主流的价值观 这个是对我们传播人来说 还是要引起一些警觉的 第二个我觉得 其实值得探讨的就是 新媒体它到底最终 怎么样子来形成 比较好的盈利模式 因为你要发展 我们可以关掉一些 赔本的传统媒体 上海确实这两年 包括全国有些不赚钱的 一些非主流媒体的 这些媒体不在搜索 在关掉一些 那因为它经济上压力很大 但是你做新媒体 是要有比较大的投入的 这个盈利模式到底怎么来形成 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探索的 看看台湾的同行 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借鉴 你们上课的时候 和同学是不是要讲到这些问题 来赚钱 刚刚这个刘主任提到 一个案例就是 投资的策略 你如果要点选 你要付费 就20万的收入就进来了 好像台湾好像还 没有人玩过这样的事情 很特殊 这一次有爆料的贴献 爆料那是苹果日报爆料贴献 过两百万耶 那个陈老师要不要稍微提一下 他们那个VILIES MODEL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新的 比较创新的精明的一些 其实刚才李富跟那个陈总 其实谈了很多这种 在盈利的这个部分 我想在这个部分 应该已经讲到还蛮深入的部分 那我这边能够补充的 我小小的分享一个想法好不好 就是说因为其实 我们都是经历过这个 长期接触这个平面媒体的人 我们也从事过相关的工作 那其实平面媒体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武器就是在文字的表达上面 是非常非常深入的 然后呢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今天不管媒体 可以再怎么样有各种新媒体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因为媒体这个这个优点是 是应该要被保留下来的 而且可以发挥的 那在台湾 我觉得有一个趋势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那个像 目前来说中史联合 还有那个 还有苹果 还有自由 这所谓的台湾这四大报 大概都有一个在周末 大概是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这三天 他们都会发行所谓的周末的报纸 就是除了 就是除了我们一般 对对对还有 对对还有 对对还有 然后呢 这个周末的这个生活版 那等于是把他们的一个 而且走的大部分都是比较生活的路线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不那么的关心政治 那他们会比较想要知道 例如说 中后来了 他们可以去哪里去玩啊 休闲啊 休闲生活的这个部分 那也也补足了很多的 就是这些中后的报纸也 就我所知的话 就是一开始是自由时报 先发展出来 接下来各大报都跟着走 代表他在盈利上面 我没有仔细去问啦 坦白讲 但是我相信盈利在盈利上面 应该是有所得 所以其他的报纸 还会奔奔的方向那样子 那这个周末的一个 他们叫周末生活版 当中提供了很多 包括了刚提到的休闲 生活 然后还有一些 跟财经有关的一些 让你在周末假日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放松 又有一个知识的一个获得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或许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变一下 现在这个四份报纸 他们报纸本身 还能够盈利吗 盈利 会不会赚钱 探钱 探钱 所以有苹果吧 苹果赚 其他都可以 苹果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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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比如说是六张的 变成四张 那四张里面 几乎其他四张都是广告 这是广告 这个是第一种的这个情形 那我知道苹果还有一些报纸 他是在平常日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加版 我一版就多少钱 就让你全 全部去给付 也有这一种的部分 那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他也接受一些 相关单位团体的委托 然后办所谓的座谈位 全版里面去做 这个登录 然后去做说明 就是比较专论性的那种主题的部分 去做探讨 那这很多是来自于政府机关的一个补助 或者相关团体 对他的一个补助的部分 那第三个是跟一些其他公司里面 他类似在我们报章杂志媒体 发行库榜券的方式 看你使用量多少 我就相对抽多少 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选举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比较特定的 就是说 对于相关参选人员 我固定有一个版面提供给你 你发布一些相关的消息 那我一定就 比如说一次就几乎多少钱 这个也是创造营收的一些方法 但是 现在连那个选举广告以后都越来越少 为什么 现在有LINE 他就把那个报纸文宣 就是原来是文宣广告部分 直接就在LINE 就一次 但是他的族群可能有三万个 他就不用再看报纸的 他就三万个直接按出去 完全怎么样 免费 而且又及时 所以这个是对于媒体来讲 就是经营上 就是造成一个很大的 这个损伤 所以我觉得媒体现在经营 真的是 雪上加霜 真的是雪上加霜 现在留报纸 明天报应该赔 中国时报也赔 那大概就苹果 还有一些赚钱 因为他那个广告量 比较大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获利的利益 就是新闻检索 新闻检索里面就是说 我们报章杂志 毕竟他有长期累积这些资料复系统 那我这些资料复系统 如果你要使用 你要复会 你要复会 就是新闻检索的 有点像新闻字典 或是哪一天的报纸 的东西我要调出来 那我就要复会 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获取一定程度的获利 那以前呢 政府机关也做求给报纸 就是以前要抽 那个上市贵公司 抽上市贵公司里面 一个人只能copy一张 就是一定要买一份报纸 才能够把生互贴在上面去抽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也过了 在我以前念大学那个时代里面 我报纸光因为这样 抽这个所谓的 上市贵公司的股票 可能一次可以增加个几十万份的 如果它是一个热门的股票 那就可以增加几十万份的一个 发报量 因为我们上市贵里面 他因为要公开募警的话 那他比如说上贵要三百个 上市要一千个 他就会通过这种方式 叫你一定要买报纸 那报纸里面只能免一份 你不能用copy的 那这个报纸的发报量也会增加 这个当然报纸可能在里面 会针对你这个上市贵公司的信息 会多一些这个说明 那还有一种叫制度性行销 制度性行销里面 就是说 针对某些特定想要表达的议题 那可能相关的公司机构 或政府机关 给你一些相关的费用 那你的报章杂志的媒体的一个报道里面 也就偏向那个国分的组合 大概整个能够去赚钱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 办什么新闻媒体营 就招收这些学生来参训 这些也是能够有一些获利的一个 这个机制 或者是邀请大陆团体过来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整合 大概我所知道能够赚钱的应该就是 大概就是这些 当然它里面可以出一些专书 但是专书我刚刚各位讲 就是说台湾现在学生的阅读的意愿 越来越低 因为它讲究数成 数成啦 这种片面话你刚提到过了 就称碎片化的一种知识 而不是一本书从头怎么样 读到尾的这种阅读的部分 那其实新闻媒体有很多的 也有一些出版 因为他们延伸有出来他们的附属事业 这个出版啦 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机制 这个部分也许也能够创造一些 这个地基 我的理解大概 只能这样 另外当然它也会跟其他新媒体 也会做部分的合作 就是共存嘛 对不对 大家彼此共存 有一些机制上怎么去共同行销 它会变成是一个包套式的服务 我给特定的一个机构 来 我这个如果你采用我的媒体 我这个也有提供 什么东西也有提供 也是给它包套在里面去做一个整合的一个行销 大概 能够去运作的 我的理解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因为等一下可以去 各位我是说 我们大船系的设备也还不错 编采的部分也不错 那我是不是代表学要先送个东西给我们这个 我们陈主席 那等一下请我们陈主任 跟我们女组长 到我们另外一栋隔壁大楼去参访一下 我们大船系的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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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